旅客拖著行李下船 被迫結束行程台東赴岡漁港 瞬間湧入大批人潮 因為颱風渡蘇瑞預計 25號、26號影響台灣 船公司電視牆跑馬協者暫停售票 台東往返綠島蘭嶼船班 從25號開始共3天全部取消 我們有改早一點的船班 可是好像天氣還是蠻好的 會 但是就是看天氣 都有在看天氣預告 雖然目前央陽高照 東部沿海岸捲起長浪一波 比一波還要大 睽違四年中有颱風 來大家抓緊時間準備防台工作 宜蘭南方的漁港剛好遇上休語期 船隻也停滿滿 不過漁民擔心颱風一旦來襲 會傷害到船艇拿伸索綁緊防止碰撞 海上防台作業做得紮實 而果農們也忙著採收 拿著工具輕輕扭一下好大一顆木瓜被摘下來 可是動作要加快 一旦颱風來了就來不及了 包含酪梨 絲瓜 以及 自家農大家真的好緊張 甚怕長時間跟蹤的水果 心血全沒了 另外 少部分有可以擔心 颱風雨漬過大會影響出油行程 飯店業者表示 颱風警報有在緊接範圍內 可以提供取消或是延期 畢竟真的好久沒有颱風鋪台 所有人不敢輕鋪 5TB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